评论家李敖 李敖今天接手了中天双访 很久不见了李敖 他住着拐杖 步履有一点点慢 但是他的话风非常犀利 他骂谁 他骂的是台大人 他说什么 他从头到尾就骂说台大人很笨 其实他骂的好像是以沉水扁为首 好久不见了李敖大师 再次在镜头前露面 拐着拐杖一步一步 走得有些缓慢 但是一谈起政治话题 李敖完全不改辛辣本色 开口就说 陈水扁无保释放 证明检掉早就套好招 他也让他无保护士 这就不是依法处理 依法处理不能让他交保 因为他串供 串什么供呢 现在金刚案子这些被告 这些财团的人 他们还在外面 现在陈水扁 并不晓得他们这些人讲什么话 现在出来以后可以串供 就知道了 李敖还说 陈水扁现在被放出来 对民进党是个伤害 你觉得他还是会继续去跟南部民众去演讲 我觉得从政治斗争上面不是坏事 因为他又会把民进党搞得一团乱 李敖甚至形容 陈水扁和吴淑珍的贪婪 是大小都不放过 陈水扁是每次都参加 聚系不一 就好像买菜一样 买菜以后还拿人家一根葱 还开发票这种 这无数针太糟糕了 好久没开炮了 果然还是将是老的辣 休息好一阵子 他说明年远远要开新节目 再好好来评评这些社会 不公不义的事 昨天新闻李东西 上亿台北综合报道